好 台风到目前为止对于州南部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刚在新闻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惊险的画面 因此今天州南部呢很多地方是停班停课 而北部民众暂时度过平静的一天 因为风雨从今天晚上开始 不过北部民众呢今天也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很多人上班的时候是穿着台风装 什么是台风装 它的标准配备就是短裤脱鞋加雨伞 打开雨伞上班上的民众在雨中排队准备搭车 因为台风逐渐逼近 虽然北部地区风雨还不明显 但下班时暴风群已经接触台湾陆地 上班族们大都是有备而来 街上各式雨鞋纷纷出龙 许多爱美女性下雨天还是要展现fashion一面 另外也有很多上班民众干脆把拖鞋穿出门 拖鞋啊 短裙 雨伞这样 帽子 就是为了不想用吗 零食啊 很不喜欢穿包脚的 因为脚会湿湿的不舒服 短裙短裤 七分裤八分裤九分裤 或是干脆卷起裤管 只要不弄得浑身湿搭搭 造型看起来时不时尚已经不重要了 就戴雨伞 跟穿短裤啊 就这样子啊 还有穿多小的这样子 那为了什么 为了避免台风 冰到雨了 如果雨太大的话 我不只会把它塞起来 不然的话我怕等一下 我没有办法回家 帮你台风带着西南气流 青台威力不容小觑 中午过后雨会越下越大 没有平凡停客北部民众 只好自救 带好行头 准备抗台 中文字幕张晓凡 谭若仪台北三文报导 中文字幕张晓凡